在你来到华盛顿学院前 登记处会提前与你在暑假时通过电话或电子邮件联系 对于你的第一个学期 教务处长会帮你选择课程 如果你已经决定想要选你的课程 副教务长对于你选择有兴趣的课程是非常有帮助的 对于有些新生在第一个学期无法选择想要学习的课程而感到失望 有两个很好的原因去解释 首先,大四学生必须有机会在其他同学选课之前先选课 这样以来他们才能够完成他们毕业所需要的课程 你可能会最后选课 但随着学期的度过,你的年纪将会提高 你就可以更早地选课 当轮到你先选课时 你将会很开心地看到你的课程的首选 其次,选课安排在大约五个月前 对于秋季学期的课程 学生们早在三月份就做了计划 而对于春季学期的课程 学生们在十月份就已经选好了 所以华盛顿学院的选课日程 甚至可能在你选择来这里之前 当选课的时间到了 你将收到来自注册处的电子邮件通知你注册课程的日期和时间 如果你错过了预约注册 你必须等到其他学生都安排好了他们的课程 你才有机会再选课 因此,在注册日期开始前 你必须经常检查你的电子邮件 不是很喜欢你的课程 不能进入你想要的课程 在每个学期的开头 有退课、加课的时间 学生能够在这几天改变他们的课程安排 如果你不能注册的一门课已经满了 你可以注册为后补名单 由于学生改变他们的课程或退课 你就有机会可以把这些课程加到你的课程表中 退课、加课的过程是自动的 所以你一定要注册它 请记住 在退课、加课的期间 课程表的改变是不会被记录到学生的学习成绩 也就是成绩单中的 然而在退课、加课的时间结束后 学生们退课只能通过一个被称为 撤销课程的程序来退课 但这个撤销将被记录在成绩单中 在华盛顿学院学习的过程中 学生只允许撤销三个课程 所以要谨慎做出撤销课程的决定 如果你想选择的课程是困难或令人困惑的 别担心 每一个新生或者说一年级生 将被分配一个教授充当学术顾问 这些教授们可能未必教你想要学的课程 但他们了解学院和其学术项目 在你确定主修课程后 你将被分配一个你学术领域内的顾问 很多时候 系里的教授们会在他们研究兴趣 以及他们研究是否适合这些学生的基础上 选择他们想要教导的学生 如果你知道你想学什么 可以在第一年内确定专业 但大部分学生会在他们二年级内申请 但是不要急于立刻决定你的专业 由于华盛顿学院是一所文理学院 所以我们注重学生的全面发展 这意味着 学生在多个专业学习课程 只为这门课需要的一些课程 而其他课程是从学院毕业所需的 在多个不同的专业上课 能让学生在不同的领域学习 并选择其中的一个作为自己的主修 学生们也可以在选择专业的过程中 选择多个领域作为主修 例如把工商管理作为主修 而辅修另一门专业 如心理学 主修和辅修的区别 是所需要课程数量的不同 辅修一般需要上教掌的课程 有些学生甚至选择 满足两个的学术课程的要求 来修双学位 在完成你所有专业课程的要求的课程后 为了从华盛顿学院毕业 还有最后一件重要的事情去完成 在过去 四年级的学生们会被要求参加 所谓的四年级生定点经历 被称为SCE 这是所有专业的要求 但每个学科都有它的个性化要求来履行SCE 在生物学专业 学生可以进行原创性的行业 或者写一个大公司的研究分析 有些项目有一个综合考试作为他们的SCE要求 你需要在确定专业后与你的学术顾问 关于SCE的要求谈一谈 最后一件重要的事情需要解释 在美国 大学学费不包括教材的费用 并且教科书可能很昂贵 学生们可以在每个学期开始前 在学院的官网上查询他们将要的教材 他们可以在华盛顿学院的书店或网上购买 或租借教材 华盛顿学院的书店的书价是合理的 并且学生不必等待书籍的发货